小蜜蜂与大笨象 有一日,大笨象阿世 见到一只蜜蜂在哭哭 阿世问他做什么事? 小蜜蜂 我叫阿大,我是第一次出来这里玩 不知怎么回家,好不开心阿 你送我回家,好不开心阿 阿世说,没问题呀 你家里在哪儿? 我送你回去呀 然后,阿世送了阿大去树上面,问 你走进去,看一看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呀? 突然,有只雀仔飞了过来 想吃了阿大 阿大 阿大大叫 不是呀 这里是雀仔屋企呀 阿大大 然后,阿世又送了阿大去一个很黑的洞穴道 他问 他问 这个是不是你家呀? 突然 突然,有很多蜜蜂飞了过来 突然,有很多蜜蜂飞了过来 阿大好怕地飞走 跟着说 跟着说 不是呀 这里是蜜蜂的屋企呀 我们不如去其他地方看看 之后 之后,他们去了最后一个地方 阿世问 那这里是不是你家呀? 阿大好开心话 是呀 是呀 这里是我家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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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送我返屋企呀! 阿大現在認識返屋企了 他經常出去找阿細玩